南加州圣迪亚哥野生动物园的大猩猩群落中 有几只大猩猩在1月早些时候被诊断感染上了新冠病毒 目前8名受影响的大猩猩已经进食、饮水、互动并正在全面康复 圣迪亚哥动物园表示 尽管动物护理员对这些大猩猩进行超越所有建议的生物安全预防措施 但在野生动物园的大猩猩群落中 有一些成员在1月11号对新冠测试呈阳性反应 该员证实该猩猩感染了新冠病毒B1-429病毒株在加州 而因这个病毒株确诊病例越来越多 可能比其他病毒株的传染性更高 当一些大猩猩确诊时 有大猩猩出现新冠症状 包括轻度咳嗽、鼻塞、流鼻涕和间歇性的嗜睡 目前这个大猩猩群仍然被密切观察中 其中大猩猩温斯顿由于年纪大了 他在确诊时出现包括咳嗽和嗜睡在内的症状 加上本身患有长期的慢性病 因此他的新冠病情引发医疗团队关注 温斯顿在麻醉下接受了诊断检查 受医确认他患有肺炎和心脏病 经原方向专家咨询后 温斯顿开展了治疗 包括提供心脏药物抗生素和单克隆体抗体治疗 根据了解 温斯顿采用的单克隆抗体疗法是禁止在人类身上使用的 这些药物合成治疗的形式 令星星体内产生自然防御 被认为可有效减少病毒对其身体的影响 治疗温斯顿的兽医小组认为 抗体可能有助于他克服新冠病毒 其实该原的兽医定期 为在人类护理下的动物 以及以当地为栖息地的野生动物 接种各种疾病的疫苗 圣地亚哥动物园兽医团队 已经接收了有限数量的纯化刺突蛋白重组疫苗 旨在用于保护动物免受新冠病毒的入侵 这些疫苗剂量是严格要求共非人类使用 圣地亚哥动物园团队 已经开始在圣地亚哥动物园 和圣地亚哥野生动物园 识别需要接种疫苗的动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